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谈一下油管的大V StoneG 他所透露的一个情况 据他本人所说 这个消息也是来自于国内的某个网友的爆料 这个爆料号称就是这次 这个武汉肺炎的起源的真相 虽然这个爆料也没有实际的证据之称 但是这个内容实在是太过详细具体 他也不好指名道姓的明说 StoneG就化称做了一场梦 他在这场梦中 把现实生活中涉及到的真实的人名 地名 包括什么单位名称的这些信息 都给抹去了 用了一些谐音 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方法来替换 我呢在这里就把他的这段梦话 翻译成他本来的意思 给大家讲一下事情的经过 在2月7日 有一个未知名的网友跟StoneG建立了联系 这位网友声称他知道这次武汉肺炎爆发的真正的起源 后面的内容就是我所转述的StoneG关于这位网友所说内容的一个简要的总结吧 我按照这个事件的时间顺序提取了四个关键词 然后我分别围绕这四个关键词给大家全面展开这个事件的全过程 这四个关键词分别是P3实践室 UN2814运输箱 镇压通气面罩 火葬场 好先看第一个关键词 网上流传了一种说法 由于这个武汉它建有一个P4生物实验室 所以就有人怀疑这次的病毒是不是P4实验室流出的 P4实验室里面P4的含义就是安全级别打倒了4级 这个4级也是现在生物实验室的最高级别 但是按照爆料者的说法 这次的这个病毒泄漏并非来自于武汉的P4实验室 而是来自于安全级别比P4第一个级别的P3实验室 后来我在知乎上查了一下资料 得到了一些信息仿佛是支持了这样一种说法 网上有人判断了 像SARS和这次的新冠病毒 他们的安全级别 属于P3级别还没有达到最劣性的 比如说埃波拉这样一种高致死率的 这种级别还没有达到P4的级别 除了知乎网站以外 其他的网站也有类似的说法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当然了 即便是这次的新冠病毒 它属于是P3级别的实验室研究对象 这也没法说明 这次的这个病毒就一定是P3实验室泄漏的 好 我们看下一个关键词 这是我在网上掏得的一张UN2814的运输箱的实物图网 据这个爆料者介绍这种型号的生物运输箱是专门用来运送各种微生物和病毒的 爆料者说去年武汉P3实验室的相关工作人员在用这种UN2814生物运输箱往P3实验室运送物品的 过程中发生了倾斜到复事故 但是这个工作人员看见这个箱子表面上还是完好无损的 所以他就没有把这事说出来直接送到了P3实验室 这里就出现问题了 像这种级别非常高的运输箱 它本身就做过很多安全测试 那么问题来了 究竟要经过多么强的倾斜和倒幅才会使得里面的病毒泄漏呢 这个事我们后面还要提到 好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关键词 扎尼亚通气面罩是一种防护用具 用来防止面部感染 它通过某种方式使得面罩内的气压小于体外的气压 通过气压插手产生的次力让外部气体没有那么容易进入到防护层保护的范围里 位于面罩鼻腔部位的通气口 通过一个过滤器与体外的空气粘通 当戴着面罩的工作人员 他已经耗尽了自己背上的氧气频里的氧气的时候 为了防止窒息也可以吸入体外的空气 但是呢是由于经过了这个过滤器过滤了的 所以病毒也不会被它吸入 好大家注意下面这的话就是描述病毒是怎么传染给第一个受害者的 刚才啊我已经说过这个运输箱在运输过程中 由于工作人员的粗心大意已经被倾斜倒腹过了 倾斜倒腹这四个字就是使动机在描述这个事情中用的原话 箱子内所装有的四份病毒样本本来是密封好的 用来在P3实验室里灭活并进行研究的 但是由于箱子经过了倾斜倒腹 里面的样本已经发生了泄漏 而箱子的外表看上去依然完好无出 当实验室里啊单独工作的一个女性的实验员 她打开了箱子以后 密封状态已经被破坏的病毒就从箱子里面释放了出来 而恰好在这个时候啊 这位女性实验员她的防护服为她配备的氧气瓶 氧气银溪完 她只好呼吸来自防护服以外的空气 刚才啊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防护服的里外之间还隔了一层过滤器 也就是说常规状态下即便是这个女实验员 她呼吸了实验室里的空气 也会因为之间有这个过滤器的阻挡而让病毒没有办法进入她的体内 但吊诡的是这位女实验员啊 这是按照死动机的原话 很快就死掉了 死动机强调啊 爆料者就是这样给她说的 这位女实验员就是死在实验室 很快就死掉了 其他的工作人员随后也发现了她的死亡 当时啊 他们经过检查 发现了病毒泄漏的情况 但是即便是病毒泄漏的话 防护完整的女实验员怎么会死亡呢 最多不过整个实验室充满病毒而已嘛 经过他们检查还是推测啊 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 这里表达的比较模糊 最后呢 这些工作人员们嘛 他们得出一个结论 这个女实验员 她的防护服上的过滤器 早就过期了 或者出了故障 导致没有起到隔绝病毒的效果 但是呢 我在这里就生起了一个巨大的疑问 大家知道这是P3级别的实验室 它的防护等级虽然很高 但是没有达到最高的程度 这次的新型冠状肺炎 它虽然传染力很强 但是呢 它的致死的率并不高 并且它的致死的速度也不高 可根据爆料者的描述啊 这个女实验员 她很快就在实验室死掉了 什么样的病毒会有这么大的杀伤疫呢 我们来看 即便是P4级别的埃波拉病毒 它要自然死亡也要24个小时吧 试试 可是呢 在P3实验室是有这样的规定的 就是一个实验员 他的最长的实验时间 不能够超过4个小时 就要走出实验室 换衣服啊 休息啊 怎样 而P3实验室的病毒啊 它没有那么快的致死速度 在4个小时之内 女实验员就病死在实验室里面 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当然了 这个呢 史东基啊 他也有所解释啊 他说由于这个运输箱里面啊 有4分病毒样本 虽然啊 这4分病毒样本 按照道理来说 都只达到了P3级别的这个传染能力 或者传染强度 但是呢 由于他们可能啊 不止一种病毒泄露 甚至是几种病毒啊 同时混合泄露啊 他怀疑啊 是不是这些不同的病毒 它们混合在一起啊 产生了什么化学反应之类的 使得这个病毒总体的这个传染的烈度啊 极度的增强 使得啊 这个女实验员啊 立刻毙命 对于这种说法呢 我觉得啊 是非常非常的荒诞 我觉得病毒 它要与人体起反应啊 肯定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吧 再怎么快也快不到啊 这种程度 病毒啊 毕竟不是纳粹集中营的毒气啊 可以让人产生极具的那种化学毒害啊 好 现在给大家谈第四个关键词 火葬场以及零号污染源的由来 到了人说啊 武汉P3实验室的其他人 看见这位女实验员死了以后 全部都吓呆了 他们不敢上报 于是呢 自己就急急忙忙的 把尸体给做了消毒处理 然后就送到火葬场了 然后过了没多久吧 武汉市的一家医院里面 就出现了一个得了怪病的病人 他就是这次的新冠肺炎的第一个污染源 这个病人他的工作单位就是火葬场 死动机啊 他是这样来解释这个事情的 虽然啊 尸体他不可能呼吸 或者说是打吞体这些 把肺里的或者说是肢气管里的病毒给带出来 但是呢 不排除在火葬场运送尸体的过程中啊 不小心碾压到了尸体的肺部 使得尸体肺部残余的病毒通过鼻腔喷射出来 感染了火葬场的工作人员 或者还有更玄乎的说法 就是火葬场的某位工作人员啊 他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啊 主动接触了尸体的皮肤表面 甚至其他地方 对于这个论断啊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 因为啊像这种严重传染并去世的人啊 绝对要使用非常严密的隔离措施啊 不但死的时候要用各种化学物质进行严格的消毒 把身上的蹊跷啊 用卫生棉球啊 沾上消毒水全部堵塞 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有机会把碾压到尸体肺部所释放出来的气体泄露到外面 而火葬场的员工 他们一旦发现了果实袋上有隔离尸体的标志 他们怎么敢去触碰尸体 大家发现没有我所列出的这个故事的四个关键词 除了第一个关键词啊 P3实验词确实是比较适合于研究新型冠状病毒这一条相对来说 算是可能贴合事实以外啊 其他三个关键词基本上都是无稽之谈 在基本的逻辑上就说不通 那么这样一个荒诞不羁的故事 它的编造的依据是什么呢 我经过了其他网友的一个反馈和自己的搜索啊 发现这个节目很可能它的灵感啊 来源于一款叫做养生堂的电视节目 他特别喜欢宣传中医保健品 什么板南根啊 双晃年这些啊 治疗非典和新冠病毒的特效药啊 就是这款节目的主要宣传内容 在今年的1月30日啊 养生堂节目难得一次不卖中医中药 而把目光聚焦在了北京的P3实验室 给大家科普病毒防治的有关知识 故事里提到的什么镇压面罩 还有什么过滤器 以及UN2814的生物运输箱 包括这个运输箱的特点啊 不容易清洁导付 注意啊 这四个字都跟Stone哥的四个字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这个运输箱的容量啊 正好放四份 这也是故事里面的情节 Stone哥的这个故事啊 看似拥有很多常人不知道的病毒研究室的专业知识 但是一旦看到了养生堂的啊 这期节目就会发现他的所有的稍微 专业点的知识全部都被包括在了这一期的科普节目之中了 而其他的你感到离奇的部分呢 又根据我刚才的尝试推断啊 都被一一的揭穿 所以啊 我觉得Stone哥啊 他应该是上当受骗啊 被一个编造故事的爆料者啊 给忽悠了 好 节目就到这 再见